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盆是 原生种的石湖兰 独角兽 它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是很夺目的橙色 花形也很特别 花瓣扭曲向后翻 每一朵花的中心都有一个角 这个角看上去就像野兽头上的一个角 而且是半透明的状态 还带着清晰的紫色条纹图案 很精致 特别 非常的漂亮 还带着很好闻的橘子香味 我养它已经有几年时间了 每一年它都有复花 买来的时候是绑在一块木上 像板直那种 我是养在室内的 浇水就很麻烦 以前我就用了一个吸水绳 在木的后面画着一个小瓶子 慢慢的它长大了 它后面的瓶子装的水 已经不够用了 我要很勤的加水 后来我就又改了现在的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看起来更加的新颖 更加的方便 就是用一个没有孔的花盆 在花盆底下放一些小石子 然后再把整块木放在这些小石子上面 再向盆里加水 就是有点像有山有水的感觉 就有点像玩盆景的那种意境 浇水的方法也很简单 这块木上面不是有一些水苔吗 我就直接浇在这些水苔上面 水就一下子就流到盆里面 看上去就像盆里蓄了一匙的水 也很好地给这盆兰花提供湿度 这种养法新颖独特 给视觉上带来全新的感受 而且这种方法好玩也好照顾 我平时对它的照顾很简单 看到木头上面的水苔干了就浇水 肥料方面也是薄肥禽湿 春夏就给它以蛋为主的肥料 到了秋季开始就给它灵甲肥为主的肥料 光照方面尽量给它多一点的光照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希望你喜欢